那目前呢,我们在现场这边有来自一群马大的学生,这一位是马大学生会的署理主席,我们是来自榴莲台的记者,同时也是主持人。 那我们想问一下,其实马大的学生有多少位在现场,你们已经来到这边了? 因为我们有很多跟马大组织一起动员,所以就无法估计。 那身为大学生呢,为什么你们会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涨价大集会? 因为我觉得就我们大学生,我们是大学生,可是首先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公民,当马来西亚任何不争议的时候,大学生更应该挺身而出。 为什么大学生更应该挺身而出呢?因为如果说到涨价,可能大学生或者是身为学生呢,可能影响也没那么直接,那为什么会让你们有这种深刻的这个体会呢? 其实第一是我觉得我们大学生,其实我们受到影响更大,因为我们当我们没有能力赚钱,然后学校贷款又不够的时候, 可是这个涨价草一波又一波过来,我们真的是承受不到,而且我们大学生就身为知识分子,我们更加了解国家事务的时候,我们更不能把这个公民的责任弃之不理。 这是第一次你们所有人在参加这个集会,这样类型的集会吗?和政治或者跟名声相关的一个集会? 之前我们都有出来,好像428或者黑色大集会我们都有动员。 那在过去的集会当中呢,你们觉得和这次集会有什么不一样? 我觉得这次集会最大不一样就是他是大学生发起的,所以就是证明了就是大学生他身为就是,就是我们讲国家的眼睛时代的良知。 所以这个也证明了就是,现在已经不是政党的人或者什么对这个体制愤怒,而是全部人都已经就感受到体制而不公了。 那在我们都知道说,你刚刚说都有参加之前好几次大集会,那之前好几次大集会呢,看起来政府好像也没有太在意,虽然说之前有些肢体中度,那过后呢,他们大家都采取一个和平的方式来做了。 那既然之前的大集会呢,都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,那你觉得这一次集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? 我觉得集会的效果有两方面,第一个就是对政府的施压,我们看到之前虽然就是可能看起来没有效果,可是其实政府已经有一点点小开放,这个至少是我们能做到一点。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对整个社会的那个冲击,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,可是从一次又一次集会,越来越多人出来的时候,我们看到这个集会其实是有效的。 那如果说这一次集会呢,确实我们只能够同样的,下一次再有一次集会也是招着人,这样子人潮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之外,那政府同样没有做任何的改变,你觉得你们就身为一个大学生呢,或大学生团体呢,应该在做些什么事情?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努力是不能够停下来,因为这个跟政府已经是一个持久战了,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更加考验我们耐心的时候,然后第二就是, 身为大学生团队团体,我们会就是更加着重在教育更多的人,关于整个体制的运作,整个社会有不公平的现象。 你们对明连有什么样的期望? 就是,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就是真正的为我们国家缔造两线制,然后, 明连,明连是吗? 然后制衡国政,然后当然我们身为人民,我们会同时制衡两个阵线。 然后目前明连的这些政绩,你们觉得满意吗?有什么做得不好的部分? 做好的部分的话,其实基本上是,目前因为我们是觉得他还不够那权限, 不过我是很就是,他们贪污那些,他们至少没有做到这样多, 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什么贪污的行为,就是这点我们会给予肯定。 所以换句话说,你们也是相信明连可能也不见得是想象中的那么好, 可能也有贪污的状况出现吗? 我觉得,只要有人性这个东西,只要有人性,就是都可能会有腐败, 可是重要是那个制度可以防止到腐败的现象, 可以把任何腐败的现象揭露出来, 而这是现在这个国政政府,还有那个没有实权的反弹委员会做不到的。 那就是说,现在如果你们支持明连的原因,也是因为明连没那么烂而已,对不对? 拼不是没有那么烂,而是我们支持他,也因为我们透过支持他来支持两限制。 好,这样谢谢你们的访问,谢谢所有马大的学生。 那当然呢,今天呢,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这个是由学生团体所发起的这项活动, 那这个反涨价的大集会呢,其实我们看到现场呢,不单只是, 刚刚我们说的,有大部分都是马来朋友嘛,就是巫义朋友, 那其实呢,也是有一般的华裔朋友在现场啦,只是数量不多, 那就根据刚刚YB李正贤的说法呢,也许是因为刚好遇到假期, 就很多人就到外国旅行期了,所以没这边, 但是奇怪的是呢,那假期为什么有很多巫义的朋友就没假期呢, 那他们就可以抽空来嘛,那当然这个我们值得再稍微再做探讨啦, 那待会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报道详情,所以待会再报道啦。